空军F-51战机又船失事 22号的下午 四架空军F-51战斗机 在台东制航基地起飞执行训练任务 其中两架战机 一是在空中发生了插撞而坠海 雷达光点消失在旭海渔港 东方一点市海里处 而飞官罗尚化不幸罹难 23号的上午 国防部长邱国正 特别来到了林前上乡致役 并且强调会全力的来搜救 失联的飞官潘颖尊 目前海巷为568 海陆空搜救单位部分昼夜 在失事海域全力搜寻 希望能够找到失联的飞官 尚未潘颖尊 搜救我们以直升机落海的地点 按照直升机最后的定位 以及飞行员手机的定位 做6公里范围的搜索 我们把距离增加到9公里 22号下午 空军又传出F-51战斗机事故意外 四架F-51战斗机下午两点半 从台东制航基地起飞 执行飞行训练 但就在36分钟过后 3点06分时 其中两架战机 疑似在空中擦中坠海 雷达光点消失在距离旭海渔港 东方一点四海里的海面上 国搜中心获报后展开搜索 大约在4点半左右 黑银直升机在海上巡获飞官罗尚化 但人已经失去意识 送医后仍身高不至 另一名飞官潘颖尊则笑了不明 国防部长邱果震神情严肃 23号上午来到台东殡仪馆 向顺职飞官罗尚化上乡之意 而对于这次战机逝世意外 他除了向事故飞官家属 表达最高欠意外 也再次强调会全力搜索 这个也动员了所有可以动员的部队 包含空中的还有海巨以及海军 甚至于这个搜救大队 还有路边的地面的这个部队 也帮忙我们共同来把这个工作 可以处理 尽量把它给处理好 试炼飞官潘颖尊搜寻进度 稍早在走棚沙滩 巡获救生衣军机残骸和军靴 军方将持续加派人力投入 针对研判落点进行扩大范围地毯式搜索 介绍杀绘台东市报道